金带兄弟们瞧瞧 新疆正宗烤全羊 赞进 报哥 对不对 哎呦 我的妈 十几公斤的羊 这个肉是饭前的零食 这才是主食 兄弟们 新疆味道 淡嘴哥 咱吐鲁饭的饭票又好到了 哥 我听说 咱是吐鲁饭的羊了 烤全羊自由 淡嘴哥的科幻片又来了 嗯 翻牌 走 咱打一块 这家 喂 这个好啊 哥 我也想起 人家这水都是清的 走吧 走吧 烤全羊卖完了 来晚了 几点半就没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开玩笑 说 你烤了吧 哈哈 把你烤 笑鬼玩笑 我提前给你预订了 不预订 来了没有了 我跟你讲 把我们预订的羊端上来 大大方方大 我们给它 哇塞 这个羊烤完多重了吧 啊 喂 我给你安排七公斤的羊 咱们十几公斤烤了 哇 哎呦 我的妈 十几公斤的羊 哈哈哈哈 这已经是到新疆的最高利益了 我觉得 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挑这个好吃的部位 累排下吃 吃完你们全部打包带走 不够咱们 不够 不够把我烤回来 哈哈哈哈 哦哦哦哦 全吃肥 哎呦 攒劲 看上这生意好到啥程度啊 这个剪刀一个星期换一把 一个星期换一把 哎呦 你以为是卖烤新疆 其实人家是卖剪刀的 哈哈哈哈 好吃 嗯 那个馅儿吃的巨脆 巨香你知道吗 哇 吃的饭 新疆羊肉 那相当吃的饭 哈哈哈哈 不说不话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战伟 吃的门 尝尝 谢谢 嗯 嗯 它吃的是鲜的 你知道吗 它那个鲜味它是足够 嗯 你来新疆必须要实现烤全羊 我来新疆好几天了 嗯 我就吃了个大盘鸡 那你没找我呀 这个羊 我等着你请呢 你把烤全羊吃完羊杂碎都留给我 哈哈哈哈 看这条肉片 哎呦 这是精华呀 我跟你说 看这 老霸道了 嗯 你别看这家 都比较还这么巧 嗯 每天 就算到十五十岁卖掉 大人隐于是吧 那种装修豪华的 都是卖给游客的 咱新疆吃真正好东西 就得给我大给它带着 一尺肉 一尺油 一尺肉 这个吃啊 想得很 我把这一口一口闷掉 嗯 来来来 哇 哈哈哈 爆炸这一面 嗯 这是饭面啊 哎 这是 新疆拌面 主食 主食尝一下 这个肉是饭前的零食 这才是主食 哈哈哈 哇 新疆拌面 兄弟们 这个绝对正宗啊 哎呦 你这一块子 接没了 哈哈哈 哎呦 你 哇 一块子把一半麦吃完了 哈哈哈哈 嗯 拌面就这样吃 这是我们新疆儿童啊 主食 三天不吃拌面 都没力气呢 啥啥儿童啊 真男人 四川话咋说 熊贱 下一个话咋 哈哈哈 哈哈哈 有毛 来吧 加份面 哎 哎 六十一份 但那个你会不会 那个 不会 是吧 你看我就是说 新疆的天赋 你知道吗 嗯 他一出生就会的 嗯 晚上他也跳不见 哈哈哈 嗯 加面又被你搬了 哈哈哈 老板的加份面 好的 都搬不出颜色了 哎呀 感激 那他就到位了 到这个 大王红 他这么大 哎呦喂 哎呦 哎呦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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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嗯 散进 嗯 嗯 啊 OK不OK 嗯 哈哈哈 我的钱包要哭了 哈哈 两千一这个羊刚复的 一千两百的 外面是两千一 哎我来我来我来 生羊 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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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能轮到你吗 你不要着急啊 我来我来我来 来新疆了 没有你付钱的份 嗯 天实在太热了兄弟们 40多度的高温 这个外面的羊 实在吃不了了 咱扳回酒店吃一整 哈哈哈 哎 晚上想吃咋想一下啊 我听说咱在新疆 还有个美食叫烤鲁鲁哥 烤鲁鲁 嗯 晚上是喝吃羊杂醉去 哈哈哈 烤鲁鲁安排 没问题 哈哈哈 都狼羊 哈哈哈 哈哈哈